床单被单重新铺平和一般房屋流程大同小异 但负责防疫房不止口罩是基本 护目镜手套从头带到尾 全副配备做房屋清洁尽管多点不方便 但检疫房间就怕有风险 原本接洽华航诺富特饭店房屋清洁公司 透露因为确诊大清销 原本30号进驻再延后两周 但为何突然换外包商 之前他是有跟他做合作 那可能有发生很多清洁上的问题 那加上人力上的不稳定的部分 品质不到辣椒酒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也没办法做怎样 那饭店一定会有他的考量性 原本负责的清洁公司在人力网站 还在陈真客房清洁员 服务范围阔及宜兰桃园市区 甚至新北市都有据点找居家打扫员工 还有机师检疫入住点出清洁不确实 最近有些同事在跟我反映 是的确入住的时候 可能在床单上会有些毛发 或者地面上地毯上有一些碎屑 或者是一些桌子上有些水质 或玻璃有些水质 廉价期间联系不上当事业者 接稿前没有回应 但检疫房间清洁SOP得更严 相较于一般客房 清洁至少花一个小时多一倍时间 也规定消毒后 静置六小时长则一整天 才能进行房屋打扫 我们一定会先收拾 干的部分 比如说房间部分的垃圾 我们先搜除掉 那船单被套先拆除掉 那会先做干的部分 做完之后才会做浴室的 防疫房间一住至少三天 已经有病毒入侵 机组员锦衣旅馆打扫任务得 方方面面不能送洩 TVBS新闻就用连张志军皇进桃园采访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时